明星 有些明星也会无缘无故 遭遇一些莫名其妙的绯闻或丑闻 令他们忍不住大爆出口 被称来国际章的张子怡 就曾经在微博上对网友大骂出口 在汪峰声乐当前 张子怡发了一条微博声乐祝福 Love was mighty for me 也是去狗娘撒太过了 有个网友就调侃 国际章的英语是道士吗 你和我在ML 这位网友的评论 确实是有爱观瞻 但是张子怡也不堪示弱 于是他就转发了该微博并评论道 一整明白了再废话 还赔上了苦酷的表情 这位网友也毫不示弱 立刻喊话张子怡赶紧去扯证吧 张子怡爆出口再回应称 扯恩恩币 不客气 没过多久 关于安风豪志在千万个顶级游艇 作为礼物向张子怡求婚的消息 在网上疯传 对此消息 帮忙迅速回应 称哭笑不得 而张子怡则在微博中语气愤怒的协议爆出口 一早被送留警求婚假新闻 杂醒 造谣的老子 送你一一 X挺继续装 慢慢玩 必须承认 名人也是人 要求所有的名人都成为道德侃默显然不现实 不过 话又得说回来 名人的影响力巨大 应该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享受多大的权利就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名人的粉丝众多 应该自觉维护自身形象 言谈举止要照顾公众感受 国际章三句话不到头就在网上开骂 不仅有损自身形象 也会伤害粉丝的感情 而除了国际章之外 曾经被评为最美港姐的李嘉欣 也被爆出出头骂人的新闻 这位被以来最美丽的港姐 时常被爆出她讲粗口的新闻 据说有一次她搭飞机时 她与一个外国女人吵起来了 我们都知道外国人都是体型比较大的 可她一点也不柔弱 即刻大声用流利的英文爆粗 令整个头等舱为之侧目 其实李嘉欣是比较成功的一位女星 相比关芝林而言 李嘉欣不仅是阔态 而且也是幸福满满 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但是在李嘉欣年轻时 也出现过很多不好的传闻 到在早期 李嘉欣曾为某杂志拍过性感眼照 其中还有大量半裸的照片 除了性感裸照来 李嘉欣的情史中 最为人所经济了到的 莫过于曾和有父之夫刘乱雄的一段了 多年前 曾经有一段电话录音在网上引起轰动 原来是一个女人大爆出口 说电话另一头的男人花心等等 有媒体指出 这是李嘉欣和刘乱雄的对话 李嘉欣后来也承认自己和刘乱雄分手 原因就是刘乱雄不专一 但是做小三的说 别人是小三还真是不多见 在娱乐圈闯荡的明星 塑造公众形象绝对是一 门币休克能够成为女神的 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人 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形象 因为一些言行而被拉下神坛 也是分分钟的事 所以还是要谨言慎行 不要因为一时爽快 就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